TVBS都听您提问 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想请教一下 诺鲁是什么时候跟我方 来宣布要与我来断交 因为其实知道过去两天 诺鲁其实有对我赖清的总统当选人 当选事业有发贺电 那当时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 第二个问题是 宁曲年11月的时候 其实有去过诺鲁 然后也有见过现任的总统雅定 那当时有些照片啊 有些内容其实想了解一下 当时您掌握到他们的 对我方的一些外交上面 是否已经出现浮动 另外是说在去年10月30的时候 外交部有一个新闻稿 里面有点名是说 我们跟诺鲁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关系 其实都有所掌握 并没有完全毫无知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似乎是 如今走到了现在断交 剩下12个邦交国的这个状况之下 是否外交部对于国人 在揭露讯息上面 是否有出现说 好像有讯息落差之余 谢谢 回答您这个问题 这一次我们赖副总统跟小美琴女士 获选为台湾16人的总统跟副总统以后 诺鲁在第一时间 透过他的外交部的次长 因为他外长正好公书 以及总统府的秘书长 制了贺电 那时候当然并没有发现 第二点呢 我去年前往诺鲁的时候 其实诺鲁在过去两年的政情 非常的动荡 如果各位刚刚我说报告出来 就是他们其实那个总统 选上来以后是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 所以他内阁是相当不稳定的 那么透过一次不信任投票 当时的总统就被换下来 换下来换一个亚定总统 事实上一直有这个掌握 那么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能够呼吁诺鲁 因为双边在过去的双边的合作 相信也做了相当的多 有利于他的名声 但是这一次呢 他们赤裸裸的中国 利用这个机会来打压我们的环境 我觉得这是值得被谴责的 还是要请问一下 刚才次长好像没有提到说 是在什么时间点跟我们说 他们要跟我们断交 那在后来这个时间点之后 我们是否有为挽留这个邦交的部分 第二个是说 刚才有提 次长有提到说 他们有提出一个价格 请问一个金额 叫援助的金额 请问这个金额是多少 然后第三个是说 他们好像据我了解是 他们有提供这个 有给予这个贺电 就是我们当选 还有这个选举完成的贺电 那他是在什么时间 在这之前 我们是有什么时候开始预警说 他有可能要跟我们断交 谢谢 第一个这个时间点来得很突然 来得很突然 我必须说来得很突然 当然中国是利用这一段时间 毫无预警的让他做出决定 但是这个国家的政局不稳定 是一直在发展的 我们当时非常关注 所以说我们派驻了一个 特别对诺鲁非常熟悉的大使 他在那边已经做过五年 去那里专门来负责这个业务 就表示说其实我们是非常重视 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要不然这个大使已经做过五年 不会再回去了 所以表示我们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来的时间点 我觉得各位记者朋友 要去了解这个时间点 是非常非常critical 因为我们正好选完了 大家正在全世界 在庆祝台湾的民主成就 就在这个时间点 礼拜一 大概在诺鲁的时间 他的四点钟 我们这里是11点45分 我接到的讯息是这样 11点45分 台湾的时间11点45分 所以我们要做得很快的 可能已经挽回不来 他已经不见我们的大使了 他在那边不见我们的大使 表示他已经心意已定 第二点呢 您提的这个金额方面 我就不方便在这里提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金额是远远超过 我们一般对邦交国所能提出的 远远超过 所以再次证明 中国在打压我们 利用金钱外交 无所不用其极 他就是放了很多钱进去 把他用过来 第三点您说的贺电 是吗 贺电我刚才好像已经说明过了 在我们宣布当选后 诺卢的次长 以及总统府的秘书长 已经自贺了 已经自贺 当然那时候我觉得 可能是一种烟雾弹 是一种烟雾弹 谢谢次长 美国之音孟丽 我想请问说 因为你有说中国对我们邦交国 一直都是处心几率要磨多 那相信说 他为了要打击 我们支持总统大选的成果 他其实应该理论上 会同时布装很多国家 也就是说除了诺卢之外 我们现在还有哪些 是比较有危险的国家吗 其实我们过去在邦交国 我们对每个国家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重视 我们相信 我们也相信 在这个节骨眼上面 应该他还在运作一些事情 应该还在运作一些事情 但是我这里也不方便 提出哪些国家 但他认为 用这种方法能够打击台湾 我认为他是错的 台湾的民主发展 已经是全世界瞩目的 如果用这种比较 卑鄙的方法 来夺取台湾的邦交国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 也不会承认的 我认为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五部长任 是在瓜地马 那对于这件事情 他有什么样的掌握 或是有给予 什么样的一些指示 然后另外 我知道你刚刚有提到说 金额远远 没办法超过 我们所能附和的这一块 像好奇是说 我们这边有掌握到对岸 开出什么样的对比价码 这个金额 我真的没有办法告诉你 台湾所能够提供的 是有利于民生的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的 医疗也好 环保也好 妇女妇权 或者是他的就业 这种海巡 这种是我们能够提供 我们不是把钱放了 可是中国在谈这个时候 过去的例子 以后可能也是会用 用大笔的金钱 先把它买过去 但是他提出了很多承诺 到后来都没有办法实现 诺鲁本身 你看他以前换的就是 中国没有办法 去deliver他的promise 所以他们有个话讲 叫white elephant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那么刚才您提到 吴部长 我们也在第一个时间 跟部长的报告 部长对这个发展 当然也是非常的愤怒 部长在诺鲁方面 也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 我相信吴部长在这块方面 他会持续的为台湾的外交 持续的打拼 谢谢 我问一个问题 TBS我听你提问 我不知道你印象 有没有记得说 在当时几年前 9月有一周 我们调了基里巴斯 还有所罗门群岛 那当时其实美方 有集派特使 去Micronesia 跟差不多我们太平洋群岛 导国去安抚 我们现有的其他的友邦 那在这个时间点 怒鲁跟我们断交 在这一块 我们跟美方 或是其他的盟友的一些 友好非官方 正式一些国家 有没有跟他们叙述 我们现在碰到 这突袭式的状况 因为你过去有说 我们有一直在进行 这个挽救 从去年 其实已经不稳定了 到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没有跟其他的 非官方国家 有透露过我们 或许需要他们 多一些安抚跟协助 谢谢 其实从 所罗门跟基里巴斯断交以后 这个整个区域的安全 跟稳定已经引起了 包括美国跟澳洲 纽西兰 日本 甚至英国 法国的注意 因为他这个断交以后 整个区域内的平衡 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自从那个以后 其实我们跟美国 跟澳洲 纽西兰 日本等等 都维持一个相当密切的关系 怎么样来维持 这个区域的安全跟稳定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做法 其实跟美国跟澳洲 都有密切的联系 我们也希望这是一个稳定 跟和平的 因为和平稳定的地方 对区域都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持续都一直在做 那么诺鲁这次采取这个动作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美方能够掌握多少 澳洲掌握多少 但是我相信 也不是他们所期待看到的事情